放在旭车1里面的栏位上 按下资料里面的所谓的什么 筛选功能 这个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 你要针对这个班级筛选出一班 你就把筛选到那个范围 抠到一班去就好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 之前我们的写法 会更精简 而且效率更高 尤其是你有大量资料 这一招可以值得学起来 因为第一个 它这个效率很快 第二个 它程式真的不复杂 但是你可能会需要 再多写两行程式就够了 不过这边跟各位特别讲一下 因为坊间的书期也有讲到这一段 就是教你录制聚期 但是录了聚期之后 程式至少20行 30行 40行录一堆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 你根本眼睛都花了 不知道 但是改出来还是可以跑 只是说那样的写法 真的完全不推荐 虽然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可以得到你要的 但是说真的 录下来都是一堆垃圾城市 所以最后我跟各位讲 反正我们尽量是跟各位讲最重要 精要的 就是说我们是已经经过消化得到的结果 告诉你这样做就对了 ok 那你就可以很快 可以做什么 其实我先demo给大家看 我先把它删除掉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不是利用那个我们上次讲的 而是用筛选 那其实是怎么样 筛选就是这个筛选 你可以把这边 比如说我要选一般的话 ok一般就出来 再利用什么呢 这个范围 其实这样选取 指的就是range物件 那你可以把目前的这个范围copy一下 那你其实可以就贴到一般去 如果二般的话呢 就是在把筛选条件里面 改成二般 然后二般就出来 你就才把这个范围之下贴到二般去就好 所以其实我们重点就两个 一个 如何在VBA里面 撰写筛选功能 城市一行而已 ok 第二个如何把他给我的结果 帮我复制到我新增的那个工作表 就ok了 其实没有很复杂 可是我跟你讲 城市虽然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点难度 然后我demo一下 我先把这个关一下 当然结果 这边是用筛选做的 按一下它 有没有发现 一般就过来了 二般 三般 这样就分开来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实际上就是利用筛选功能 加上范围的复制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ok 怎么做 我想第一个请各位先把那个这个换列也许再打开来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再复习一下 前面这两个 然后待会先了解一下筛选功能 筛选也许你就是大概看一下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 这个一般抠过去 城市该如何做 如果你暂时没有头绪的话 以前是这样 倒不如 不然你就是开发人员里面 你可以录制聚集 也可以 只是录下来都有一大堆 我待会就直接用VBA撰写 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比如说 那我们也分 分别 逐一逐一的了解 该如何撰写 刚刚讲的这个程式 ok 可以达到什么 快速把你的那个大量资料 做什么呢 做这个所谓的那个资料分割的目的 ok 比如说你 我们其实这个范例你以后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需要你一个总表 你需要按照什么呢 按照某一栏 比如说班级 去切割你要的资料 分别把一班就放一班 独立出一个工作表 二班就放二班